不管衝向斜坡還是涉水 CM34 三菱鏈炮雲爆甲車順利過關 這裡是軍備局伸志中心 三菱鏈炮車出廠前都得一一測試 現在記者就在三菱鏈炮雲爆甲車上 那現在就是要進行三十度爬坡的這個測試 主要就是來看這個雲爆甲車的穩定度 那現在正在往上爬坡 可以看到雲爆甲車其實還是非常穩的 逐漸它的性能在各種地形 都能展現強大的機動性 包括三十到七十度爬坡跟側斜坡 測試穩定度 涉水深一公尺 月豪兩公尺等項目 三菱鏈炮車不只動態性能優 打擊火力更不容小覷 一公里外目標都能輕易貫穿 三菱鏈炮車主要打擊火力MK44型 射程達三千公尺 每分鐘能發射兩百發 不僅有穿甲彈還有高爆彈頭 強化城鎮防護能力 是不對稱戰力關鍵 更是國軍現役假車中 唯一配置核生化防護系統整合空調 藉由一個鎮壓 也就是在車艙內加壓的一個空氣 讓這些艙蓋口形成一個氣密的效果 又阻絕外界的汙染的氣體 就是進入車內 可以直衝核生化環境作戰 擊退敵軍 而我國雲爆甲車 國車國造生產場首度 在鏡頭前曝光 雲爆甲車從林道友出自這裡 採群聚室組裝車殼不動 人員攜帶料件到生產線作業車一落定就能測試 總共生產要三百零五臺 像我們完成一百七十三臺的研製生產 不過還有一百三十二臺 那我們依序依照七成 每個六臺進度 甚至還會超前 來滿足部隊接裝的需求 雲爆甲車國車佛造 搭配三菱鏈炮強大 五公分穿甲效能 瞄準解放軍裝備而開發生產 除了展現我版登陸能力 更強化臺灣自製裝備的國防實力 南圖報導